公元前133年 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 国力达到了一定的强度 从发起马义之战后 就结束了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开始对匈奴作战 到了公元前137年 匈奴为了报复大汉王朝 开始大举入侵汉朝东北部的上古 渔阳地区 然而匈奴主力的南下 给了汉武帝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派魏清率领三万骑兵 攻击匈奴占据的河奴地区 实际魏清转气载 汉军大获全胜 而当魏清取胜的消息 全回长安城时 举国争斗 这代表着匈奴人笼 将在大汉帝国成名心理上 70年的阴影终于消杀 随后汉武帝在河奴地区 设置了朔方郡五元郡 并且从内地迁徙了十万人口 到那里定居 然而窒息还远远不够 当时的汉朝 死囚是一种特别的资源 身体强壮的人 会被派去幽州赤石府 充当人种 每日的工作 就是与方女交合 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 边境地区的汉人多一些 慢慢的让汉家的种子 向四方扩散 拿下了核套后 这些死囚也被派到了当地 日复一日的 干着痛病快乐者的事情 到了唐以后 日本这些国家 也效仿着主动来中华戒种 称之为肚种 以改良他们低劣的基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